美国目前只有以色列这位铁杆梦友了,为了配合美国打击伊朗,7月8日晚,以色列空军出动了多架F-15战斗机空袭了邻国伊朗的一个空军基地。 据称,该基地被空袭时停放着数架伊朗战机,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报道称,以色列空军一架F-15战斗机在攻击邻国P-4空军基地时被防空导弹击伤,该空军基地防空系统还成功拦截了数枚空地导弹。 由于美国出而反而,经常说话不算话,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不讲诚信国家之一。 就连美国几十年的战略合作伙伴英国、法国等国家,都对美国吃之一比,是美国成了孤家寡人。 美国三次退出一颗协议,英国、法国和德国的美国传统盟国,却罕见没有响应美国号召,仍然留在一颗协议框架之内。 这美国很没面子,而美国号召全世界不满伊朗食欲游,估计也没几个国家响应。 而以色列为什么仍然紧随美国中心不二呢? 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美国提供保护,以色列在中东地区不用伊朗出手。 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早就把以色列军欧了,目前以色列和伊朗作为中东地区最大两个军事强国,谁看谁都不顺眼。 谁也不服气谁,无需质疑以色列国防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,以及先进的各种武器装备。 但伊朗几十万个命位对强悍战斗力和极尽忠诚团结,却让人感到更可怕。 而伊朗在战略上比以色列更胜一筹,以色列几十年来只知道,帮美国大腿,而伊朗早大牵线,部署到了以色列家门口了。 目前伊朗在以色列邻国拥有几十个军事基地,部署了两千余辆坦克、四零零零鱼部战车和十万多人作战部队。 这些武器装备和兵力并没有帮助该国政府打击反对叛武装,其目的可想而知。 这也是以色列频频空袭邻国军事基地的主要原因。 伊朗革命位队副总司令称,一旦开火,伊朗部署在以色列家门口的两千辆坦克、十万大军,可迅速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攻击。 三天之内他平以色列,势如破竹,以色列狭小国土面积,根本不在话下。 而以色列虽然兵力不弱,但与伊朗隔着千山万水,一大冰融相见,对伊朗本土鞭长莫及,只能对邻国伊朗军事基地,进行非接触打击。 虽然伊朗并非能三天他平以色列,但从战略和气势上,已让美国和以色列不敢轻举妄动。 毕竟事实就摆在那里。 飓风军平2018年7月9日。 1970年7月4日。 ´